第801章 星魔 参与打boss的是四个百人团 不是裁决之剑 没人 这个祭坛也就只能铺开这个多人 再多就站不下了 虚拟游戏不能穿人 各个职业的攻击距离都有一定限制 动辄几万人打一个boss根本无法实现 反正陆离就不知道 怎么在这个小祭坛上摆下五万人 主题毫无疑问是蔚蓝海风 其实这个boss用雄德来看会更好 可惜裁决之剑目前没有拿得出手的雄德 一个是玩家技术问题 虚拟条件下德鲁伊的各个变身形态都要适应 趴着打怪 站着打怪是两个概念 此外 熊蹄装备也难出 所以这方面少有能拿得出手的高手 蔚蓝海风基础装备好 各方面数据都很给力 哪怕战士不适合替邪恶 祭司海克斯也无所谓 他身边各有两个附体 在P2阶段可以帮他分担伤害 其他方向也有类似的安排 当然了 陆离可不会说P2阶段的事情 他安排这四个附体的时候只说以防倒替 不然他没办法解释自己的先知先觉 邪恶祭司海克斯看上去和普通的巨魔没有什么区别 脸上戴着一个模板和卓尔法拉克大坏蛋面具一样的装备 看上去阴气森森 他的手里拿着的是一根不怎么起眼的法杖 如果爆出来的话 这根不起眼的法杖或许就有一个名字 长青藤法杖 它是治疗系职业的神器 附带的特效大恢复素有半条命的称号 无论目标是多少血 一下子就能恢复总血量的一半 而且是顺发的 370万血 这尼玛是我见过血量最后的BOSS的吧 蔚蓝海峰忍不住吐槽 可惜他不知道长青藤法杖的属性 不然一定不会骂得这么文明 50级野外领主级的BOSS血量最低都有300万 邪恶祭司海克斯统领数万鞋之巨魔 有房有车有小弟 区区300万血量真心不算格式 而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这家伙在PE阶段就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他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技能是变青蛙 其实变青蛙不怎么恐怖 恐怖的是群变 一下子让一群人全都变成了青蛙 如果说群变青蛙都不够恐怖 还有更恐怖的吗 当然有 可以和法师的变阳术对比一下 众所周知变阳术需要毒条 无论是脚踢还是什么 都有可能打断毒条的技能 然而群变青蛙不会 它是顺发的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打断 如果这样都不够恐怖的话 当然还不止于此 被法师变阳之后 不仅可以在变形中恢复血量 一旦受到攻击 就立刻会打破变形术的束缚 因此被变阳的人从来没有绝望的 可邪恶祭司海克斯的变青蛙 不仅不给你回血的福利 就连攻击你都不会影响变形 这是bug单凭这个技能 邪恶祭司海克斯城主大人 容生50到60 这个极端最难杀的boss之一 其实说最难杀也不为过 如果没有攻略的话 第一次群变青蛙 扔到了西边的远程人群里 他们有一个猎人一紧张 先手使用了一个扰乱射击 抢了MT的仇恨 DPS控制一下仇恨 不要太多 这个boss排名前十的最高输出 不奖励积分 如果排名前十的抢了仇恨 积分翻倍扣除 为了不团面 陆离不得不定了一个 看似荒谬的规矩 其实也不难理解 输出排行榜上前十的 大部分他都认识 这部分人不会轻易犯错误 怕就怕那些按照正常实力 进不了输出榜单前十的人 为了在众人面前胡乱表现 而疯狂输出 一旦boss的仇恨被拉进DPS群体 整个整形就乱了 按照陆离的安排 邪恶祭司海克斯的东南西北方向 都有一组MT 一旦主T蔚蓝海峰那个方向的 一组二辅三个 T都被变青蛙 陆离会喊另外一个方向的 MT抢仇恨 这样boss无论怎么折腾 都只折腾脚下那一片 而作为输出重点的远程职业 至少可以安安稳稳地输出 他也不怕有人划水 他只说排名前十的不奖励 可没说排名最后十位的不处罚 而且输出排行榜 在工会公告里会持续一段时间 排在后面的十个人 大家都看得见 没人想丢这个人 陆离也会参与输出 不过他的站位很奇特 总是和负责拉仇恨的人成对角站 也就是站在boss的身后 在这个位置 他从没有被boss连青蛙过 有几个聪明的进站 就开始跟着陆离 以boss的屁股为中心 不断地转圈 导演获得了不错的输出成绩 输出最高的人是花底离情 陆离只能排到第七位 没办法 进站职业打这个boss的时候 必须经常走位 拍进前十的玩家 只有他一个进站 也不算丢人 更何况他是指挥官 还要指挥战斗 血量下降 接近第一个20%的时候 邪恶祭司海克斯 开始释放全方位的群攻技能 每两秒让玩家损失10%的血量 持续20秒 也就意味着一个单位 如果在这20秒内 得不到道具 或者治疗类技能的血量补充 那他就死定了 这个全方位 只是作用在祭坛上 所以 有些人就突发奇想地认为 是不是可以全部都退到台阶以下 对不起 敢这样做的话你更惨 祭坛上的人 在这个阶段 退下去 会被认为是逃跑 心魔作祟 在 邪恶祭司海克斯的鼓舞下 你的心魔会 脱铁出 和牧师释放出来的暗影魔差不多 这个有你而生的暗影魔会 一直追杀你 这个心魔 别人是杀不死的 只有你自己 才能杀死 这个时候 治疗就悲催了 尤其是没有攻击力的治疗 往往都会死在这个阶段 而治疗一死 队伍 也就等同于团面 击杀了主人的心魔 陆离第一时间阻止了大家 撤到祭坛一下 毕竟只是20秒钟 降低100%的血量 又不是秒杀 只要治疗职业给力 大伙拼命地 加加血 这个阶段 还是能够挺过去的 邪恶祭司海克斯的血量 每一次被打掉20% 心魔就会出现一次 一共会出现6次 第802章 借题发挥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6次 而不是4次 毕竟邪恶祭司海克斯 不可能上来 就放这种大招 而血量归零的时候 想放也放不出来 这还是要和他手中 持有的长青藤法杖有关 当裁决之剑的人 经历了两次大招洗礼 堪堪将Boss的血量 达到了50%以下 这时候 Boss突然挥动了一下法杖 这是很平常的一个举动 作为一个祭祀 一个控法者 他的很多技能 都通过法杖实现 最常用的变青蛙 就是这个动作 所以大家都以为 他又要变什么人了呢 谁也没想到 那一团绿色的法术 会落到他自己的头上 满血 为什么Boss会满血了 有人惊呼 怎么可能 开什么玩笑 没有第一时间关注 Boss血量的人 一听这话 就觉得胡扯 哪有打到一半Boss回满血的 又不是所有的人 都脱离战斗了 结论很可笑 但也特别好 验证 看一眼就足够了 然而当他们看到 Boss的血量的时候 顿时猛逼 邪恶祭祀海克斯 居然真的满血了 之前的努力 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可是如果真的样的话 这期间挂掉的小伙伴 该怎么算 Bug了 这次是真的Bug 大伙不怕困难 不怕挑战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人敢和系统对着干 如果系统出现了错误 再努力也无用 除了精英团 还在等候指挥官的命令 普通玩家的阵型 有的地方已经乱了 从新萨罗四面八方围过来的小怪 有些已经突出 人群 死亡的白光不断地闪现 陆离沉默了片刻 才缓缓地提高了声调 你们都在做什么 还有没有一点大工会成员的素质 我有说放弃吗 对啊 要听指挥官的 最先乱的那批人 脸上火辣辣的 充满了羞愧 这明明就是系统bug 挂了这么多人 一点血都没打掉 老大 你就算是指挥官 也不能这样不把兄弟们的 等级随意处置吧 也有不服气的 在工会频道说 陆离官僚主义作风 系统明明出错了 为什么不能先撤出去 陆离根本不和这样的人理论 负责该职业的团长 不用发招呼 就已经开始直接踢人了 裁决之鉴 现在的玩家人数 已经突破十万人 每天都还在疯狂增加 这么多人 当然不可能都有多高的素质 每天都有人出来做大死 这里有不少第一次 跟过来参加工会活动的 根号三作为会长 在陆离不打算解释的时候 只能出来说话 我必须给大家重申一点 像现在这个时候 判定这是不是bug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游戏公司 另外一个就是指挥官 而在指挥官没有说放弃之前 就算游戏公司说了 也不算 工会里顿时一片哗然 虽然大家都知道 陆离在工会里 有绝对的权威 但是这还是会长 根号三第一次 把这种权威公开的树立起来 我知道这里有高手 不管真的是高手 还是自以为是高手 可你一旦参加了工会活动 就必须服从指挥官 如果今天的指挥官是别人 就连我在结论出现之前 也无权质疑 陆离等根号三说完才说话 我们工会允许独行玩家出现 并不强制参加活动 参加活动的人 我们都默认同意 服从安排 根号三和陆离一唱一和 虽说有点借题发挥 但是事情刚发生 他们两个已经很有默契地 开始敲打工会的新人 话说的有点重 工会里鸦雀无声 就连蔚蓝海峰这样的元老 都没人反驳陆离说的话 他们其实也恼火 刚才这么一乱 差点就团灭了 事实上 没听到陆离说 让动就自作主张的人 大部分都是新人 陆离的话 正合他们心意 不想打就滚蛋 害得大家团灭 很有意思吗 这些新人等级或许不高 他们这些精英 可大多到了42级 怪子心疼死 经过这么小小的敲打一番 重新整对作战的裁决之间 玩家明显就归正多了 犯错的人次大幅度减少 其实 其他工会的人 也经常会重申 指挥官至上的概念 魔性道 就算是瞎指挥你 也得遵守 因为曙光的 BOSS战容错率太低 就算是一个小小的错误 都有可能导致百人团负面 所以 不要求你输出高 只要求你听话 就成了曙光工会活动 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而有了之前 应对群变青蛙 和大招出心魔的惊念 第二次 将邪恶祭司海克斯的血量 打到一半以下 更加的顺利 在大家紧张的注视下 这家伙终于没有再将自己的 血量回满 这也是为什么说 邪恶祭司海克斯的血量 每一次被打掉20% 心魔就会出现一次 而心魔阶段 一共会出现六次 满血到半血 一共经历两次 这样算下来 正好六次 第二次将BOSS 打到50%线 这才算进入 P2阶段 刚进入这个阶段 邪恶祭司海克斯 就换了新招数 他的新技能暗影冲击 巨大的伤害 这个巨大一点 都不是形容词的夸张 就算魏蓝海风 这样的强力防战 如果单独面对 这个大招的时候 都会请客间挂掉 当然 游戏设计人员 也不会太过分 真那样搞的话 玩家就没有活路了 谁家也没有那么多人 填进BOSS的坑里 转机 就是玩家慢慢地会发现 这个伤害可以分担 和MT站在一起的人 能够各自分担 其中20%的伤害 这样的话 MT本人 只需要承担 剩下的60%就行了 伤害的分配方式 看仇恨 仇恨最高的那个 被莫认为主要伤害承担者 当然 如果不是附体 而是其他职业的 近战战的离MT近 邪恶祭司海格斯 也不会对你客气 你照样要承担20%的伤害 别说是其他人 就算是陆离 也承受不起 看看这仨MT的血量吧 中间的友行天下 承受主要伤害 差点就残血 旁边 那两位左边装备 差点 已经直接到了 右边血量 也不比主题乐观 幸好陆离及时喊其他方向的T拉走了仇恨 不然剩下的这俩也得挂 所以 在曙光大部分的BOSS战中 和MT战一起是最危险的事情 除非必要 陆离从不和MT战一块 第803章 简易状态 陆离指挥人把两个残血的MT买满 然后 派个会战俘的小德 把倒地的拉起来 幸好这个暗影冲击 总算有些冷却时间 不会像变青蛙那样 毫无节操地乱放 不然陆离 还真不敢带这群 只有40出头的小家伙们来打50级野外BOSS 七八级的等级差距 纯粹靠人数在积累伤害 一旦哪里出问题 都有可能是连锁性质的团面 把BOSS的血量达到了50%以下 节奏就变快了 这个阶段的邪恶祭斯海克斯 可不会只放暗影冲击 还有一个绝招 叫混乱命中 混乱命中 被点中的人 会陷入混乱状态 并化出五个分身 也就是说 被邪恶祭斯海克斯选中 你就变成他的小弟了 而且 一个你会变成六个 本体加五个分身 都有一个技能 如果是DPS 法师是寒冰剑 术士是暗影剑 反正都是招牌技能 这些怪会选中某一个人群殴 如果没有治疗给他加血的话 很难撑几下 被他们杀死的玩家 如同中了瘟疫 不仅仅尸体会从地上爬起来 更是会画出五个分身 如果被点中的是治疗 那就更要快速清掉了 这六个怪 这次不把前队友选做目标了 他们选择BOSS 给BOSS狂加血 一旦只会自己慌万 不能及时派人处理 这个阶段团灭 是分分钟的事情 完全可以说 P2阶段是整个 BOSS战团灭次数最多的一次 大部分攻略邪恶祭司 海克斯的大公会 都倒在这个阶段 为了尽快度过P2阶段 路里选择 在这个阶段 开始大量地使用 充满怨念的头颅 之前的阶段 虽然也艰难 但是只要场面控制好了 至少只会死人 而不会团灭 所以他一直没有提出 使用这个杀手锏 不要觉得充满怨念的头颅 很多 整个辛萨罗也 确实摸出来不少 但是这玩意 砸BOSS出负面状态 成功率低的吓人 十个都不见得 一个有效 能够撑完PR阶段 就已经不错了 路里还必须留存一下 提防邪恶祭司海克斯 在最后阶段 会狂暴 一声令下 五个专门丢充满怨念的 头颅的玩家 从队伍里走出来 将一个个充满怨念的头颅 砸到了邪恶祭司 海克斯的身上 这些头颅 一旦触碰到邪恶祭司 海克斯 立刻化作一团灰色的烟雾 钻进了他的身体 BOSS突然尖叫起来 非常幸运 第一波砸过去的 头颅就有成功的 邪恶祭司海克斯的头上 出现了一个 简易状态的标记 破甲 继续 不要停 保持五个负面状态 路里喊道 破甲是个非常好的负面状态 BOSS受到的伤害 有了明显的变化 可惜这个状态 只能持续五秒钟 真算下来的话 每个人也就放两个技能的机会 幸好可以叠加五个 第二个 出现的是定身 定身的效果 是让BOSS无法移动 但是 BOSS依旧能够自由地释放技能 邪恶祭司海克斯 是个很疯狂的法系远程怪 所以这个负面状态 纯粹搞笑 而更多的充满怨念的头颅 则变成了无效 原本觉得头骨挺多 而催促路里使用的根号三 也不说话了 扔头颅 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个过程 简直就是曙光 负面状态的展览 除了之前出现的破甲 定身 后面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诸如沉默 诅咒 疲劳 疾病 断经 衰败 减速 恐惧 昏迷 魅惑 瘫痪 晕倒 缴械等等 有的很有用处 比如 昏迷 缴械 疾病 疲劳之类 这些要么阻止BOSS攻击 要么降低BOSS的攻击 要么降低BOSS的护甲 也有些毫无作用 比如减速之类 减攻击速度还好 减移动速度 简直就是浪费 当然 还有一些状态 会很麻烦 在BOSS血量 快降低到40% 也就是即将迎来 又一次的心魔的时候 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突然中了一个恐惧 众所周知 恐惧就是目标 不受控制的 到处乱跑 这样一来BOSS攻击 倒是停下了 可随着他的跑动 原本摆好的阵型 大乱 还没来得及重新恢复 就迎来一个暗影冲击 此时 BOSS面对的 恰恰是一小队的输出职业 这一小队都是薄皮 结果可想而知 十个人挂了三个 剩下七个残血 好巧不巧 DPS收手不及 直接打进了心魔阶段 心魔阶段 就是大范围的群伤 剩下的七个 也没来得及回血 步上了前面那三位的后尘 再算算其他位置 不幸倒下的 这一波 就死了一二十个 路里 那叫一个心疼啊 一边让MT 把BOSS拉回去 一边让德鲁伊 把几个输出 比较高的拉起来 没办法全部都拉了 会战俘的德鲁伊 毕竟有限 用完了等会怎么办 地面上已经躺下 超过五十个 没有被拉起来的尸体 路里只能从别的 地方调人补上来 外围挡小怪的 也偶尔会有人挂掉 不过 他们在邪恶 女基斯海克斯攻击范围之外 暂时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整个辛萨罗中心 技能各种漫天飞舞 而外围是密密麻麻的 小怪戟都进不进去 其他工会的人 就算得到消息 也没办法 谁都能看出来 这个局面的棘手 里面的人出不来 外面的人进不去 P2阶段损失了不少人手 充满怨念的头颅 也消耗八成 才堪堪度过 P3阶段是从 邪恶女基斯海克斯血量 下降到20%的时候开始的 这个阶段要稍微简单一些 除了混乱命中 其他几个能够造成 大面积伤害的技能 都演气息鼓 不过依旧不可大意 曙光里的 BOSS各种秘息 就算他只剩一%的血 都有可能翻身把歌唱 而路里自然不是那种 会大意的指挥 他神色严肃 不清楚情况的人 还以为大家马上就团面了呢 所以每个人都打起来 精神 严防邪恶女基斯海克斯 更牛掰的绝招 事实上 等到血量下到5% 都没有发生什么 太严重的意外 唯一的一次意外 就是主题蔚蓝海峰 被混乱命中点名 六个蔚蓝海峰 让大家颇为 费了一番功夫 好在他就是个血牛 攻击低得可怜 也没什么可能杀死别人 第804章 长青藤法杖 系统 恭喜裁决之见工会 在指挥官陆离的带领下 完成了新萨罗领主 邪恶女基斯海克斯的首杀 奖励工会等级1 如果说海克斯首杀 是意料之中的话 那么奖励工会等级 已就是意外之喜了 工会升到这个等级 已经非常难了 10万人数之后 每提升一级 最高容纳的人数增加1万人 成为二接一级 陆离他们的工会 原本是二接三级 总人数上限是13万人 在曙光华夏区的总排名 第19 并不是说他们距离第一名 差了19万人的差距 事实上 他们比第一名荣耀之都 也就差了5级 现在荣耀之都是二接8级 一共拥有18万会员 中间这17个工会 很多都带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和裁决之见 同属于二接三级的 就有4家工会 奖励之后就变成二接四级 能够容纳的人 就变成了14万人 他们的排名 也一跃变成了12 只差一步 就有可能进入前十 之前 某个一直在犹豫的计划 开始疯狂地在心底滋长 他在制作诸如变机器的时候 曾经想过利用这件道具 去杀一个boss 或者说 去杀一个野外 NPC 成功的话 铁定能够增加工会等级 毕竟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都可以 没理由那位不可以 当然 并不是每一个boss 都能影响到工会等级 只有那些领主级boss 或者某个有点名气的存在 如果有幸干掉了萨尔 那铁定可以 而且增加的 绝对不止一级 之前 他犹豫的原因在于 不确定能不能增加工会等级 而且击杀难度 并不比海克斯要差多少 更重要的是 没有现成的攻略道具可以用 如果用诸如变机器来协助 这个过程 消耗的诸如变机器 几乎能够让他倾家荡产 不过 如果能够确定 能够增加工会等级 那就不一样了 工会等级的提升价值难以估算 还要考虑这个 手杀通告所提升的人气 相信boss掉落的东西 也可以让他弥补一部分损失 如果陆离是个普通玩家 就算他知道攻略 恐怕也不会那么干 诸如变机器需要消耗刻金矿石 而刻金矿石 是目前最昂贵的矿物 光靠boss产出铁定亏本 可陆离毕竟不是普通玩家 他还要考虑扩大工会影响力的问题 很多工会每年投入的广告公关费 都以千万计 当然 单凭陆离手上前几天做的那几个 诸如变机器 是绝对不够的 他需要更多的原料和时间 来做出更多的诸如变机器 这些都不急 眼前还有一个刚刚挂掉的 boss等待他们收获呢 这一站工会发出去数万积分 再加上死伤上百人的抚恤积分 如果不出点好东西 陆离的眼泪 恐怕都会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赵丽世残梦摸尸体 才绝工会 现在十万人的总规模 战斗人员六七万 这次来了 也有上万人 但是比他手红的 至今都没听说过 依照曙光的各种行为模式来看 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有极大的概率 爆出传奇装备 几百双眼睛盯着 boss身边这个娇小的女孩 就连远处抵挡着小怪的人 也在关注工会频道 如果摸到好东西 一定会有人发到工会频道 让大家知道 长青藤法杖 传奇 伤害5692 智力加50 体质加30 暴击加20% 插槽2 特效1 魔法恢复速度加30% 特效2 长青藤守护 使用 唯一位队友是加长青藤护照 可以在接下来的10秒内 吸收最高1000点伤害 冷却时间2分钟 特效3 使用 顺发 吸收自然界的生命力 为目标恢复大量的生命值 最高可以恢复目标50%的生命 吸收满生命力总用时24小时 装备需求等级50 耐久 225 225 好像是传奇装备 我摸到传奇装备了 我摸到传奇装备了 残梦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高兴地跳起来 陆黎 看到前世对他来说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装备 心情自然激荡 不过他强压住心里的激动 在工会频道发了一段话 这次活动 我们不禁打败了 BOSS 还得到了一件传奇装备 没听错吧 传奇装备 现在都开始出传奇装备了吗 这该不会是游戏第一出传奇装备吧 好的 你又吹牛了 发出来啊 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传奇是什么样的 普通玩家 眼界有限 他们根本不知道 哪个高手手里面与传奇装备 总感觉像陆黎这种水平的身上 有几件暗金 就很了不起了 陆黎的戒指从不是人 而他手上的传奇匕首寡妇制造者 来自于秘境小世界的收获 知道的人同样不多 这件装备 我会交给三月余使用 等他淘汰下来 之后会放入工会仓库 为了比赛的需要属心 暂时保密 工会会用积分的方式奖励大家 陆黎也不问其他人意见 就这么自作主张的决定了 没有人反对他的决定 大家一听说 还有额外的工会积分奖励 就已经很满足了 事实上 参与这次活动的人 就没有几个抱着拿装备的心思来的 这种大规模的行动 不可能把装备给某一个人 更不可能 Rodian决定归属 如果把这样的装备 给了某个人 那个人 或者真的会高脑图的 院校全马之劳 然而对于裁决之剑的其他人 自然是不公平的 那样做的话 工会也离解散不远了 裁决之剑 这还算是好的 陆黎一向都不是个太刻薄的人 其他工会在这种活动得到的装备 根本就不会和下面的人共享 毕竟工会成员参加活动 一方面是义务 另一方面 他们已经领到了报酬 裁决之剑 组织这样一次活动 挥霍出去的积分 都有可能买一两件传奇装备了 当然 这类活动有助于工会的发展 岛不仅仅是能金钱可以衡量的 这把长青藤法杖的属性 只有陆黎和残梦之道 他直接把装备分给了三月雨 任何人都看不到 即便蔚蓝海风等人 也心仰难耐 但是大家都是知道 轻重的人 既然陆黎不公布出来 属性 自然有他的道理 所以也都很识趣的 没问 第805章 野外boss的慷慨 陆黎毫不犹豫地 将长青藤法账给了三月雨 不是说他多偏向于三月雨 主要是这把法杖 实在太适合他了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属性方面 主家智力和体质 真是一点也没有浪费 尤其是30点体质的加成 尤其可贵 对牧师来说 常常是最先被击火的对象 他们的血量和防御 常常决定了一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可大家又不能把太多的属性 拿去加体质 那样的话 治疗效果一定会让人失望 所以附带体质的装备就备受青睐 30点体质 普通人好几件装备都不见得能凑齐 第一个特效是魔法恢复速度增加30% 在战局比较僵持的情况下 魔法值就意味着治疗量 有时候多放一个技能 就有可能赢得胜利 第二个特效就更了不起了 单单这个特效 就没埋没传奇装备的名头 10秒钟1000伤害 如果是BOSS战之中 这个特效还算不上最顶尖 因为很多情况下 BOSS能够造成的伤害 远远超过这个数值 但是在PK中就了不起了 玩家与玩家的比拼 就算路离这样的 一个终结季 也不可能出现1000的伤害 甚至连500都很难达到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特效可以让三月宇 撑过去两三个大招 比陆离戒指上那个 特效还要牛 而10秒的限制 也不算个什么事 已经足够涨了 至于第三个特效 牛掰不牛掰 邪恶女基斯海克斯 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当他半血的时候 法杖一挥 就把自己的血加满了 玩家们的反应 各种抓狂 差点就散伙不打了 当然 玩家半血和BOSS半血的性质 不一样 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依旧不影响 这个特效逆天的本质 唯一比较可惜的是 这个技能冷却时间有点长 足足24个小时 这种冷却并不是说 用了一次 之后必须24个小时之后 才可以用 曙光里有不少充 能位的装备 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 随着充能的时间越长 效果就越好 在充能没有完成之前 也可以使用 只是无法发挥装备 所有的效果 比如这把需要 充能24小时的法杖 如果仅仅只充能8小时的话 那么加血的数量 就只能加12.5%的血量 所以 正常情况下 这个特效 总是在充能完毕之后 才会用的 三月宇拿到这把法杖后 就多了一个杀手锏 关键的时候 能够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陆离自然不会把属性公开 问题也不是没有 长青藤法杖是 50级的装备 三月宇 目前才43级 差了整整7级 短时间 它根本就达不到这个级别 幸好还有装备需求宝石 这种插上去 就能降低装备需求的宝石 已经热炒到15%的过500斤 25% 更是高达数千斤 而且一直供不应求 市面上根本没有 类似的东西流通 也幸亏三月宇装备这件装备 只需要用一块15%的宝石 不然裁决之间仓库里 根本找不到 继续吧 梦梦 本会奖励你200金币 路里充满期待地 看着残梦小团宠 不管出传奇装备 是不是注定的 他都决定 好好奖励这丫头 200 残梦先是惊讶地睁大眼 然后又开心地眯起了眼 他乐颠颠地 再次扑向了 BOSS 单单是摸尸体 就足以支撑他 开始了一个小富婆的崛起之路 所以他比任何人 都希望摸到好东西 海克斯腰带 暗金 护甲46 敏捷加30 力量加12 凹槽1 特效1 暴击加12% 特效2 雾化 顺发 使用者的身体化 做一团轻物 强行进入前行状态 隐匿效果增加20% 能够穿行一些 原本无法穿过的障碍 冷却时间两分钟 特效3 魔力立场 顺发 扭曲周围四码范围内的魔法环境 使控法类职业 沉默1.5秒 冷却24小时 装备需求等级45 耐久164 164 多加你100斤 虽然有点肉疼 但陆离还是咬咬牙 给了残梦一个满意的奖励 他实在没办法昧着良心说 这件装备垃圾 虽然比不上刚才那件法杖 但是这件海克斯腰带 同样是不可多得的极品披甲腰带 前面的都不用说 45级的暗金装备 根本差不到哪里去 特效2 是强引法术 盗贼职业 从来不嫌这种技能多 无论是为了脱离危险 还是重新夺回先手 在战斗中进入前行 都是上上之选 而穿行无法穿行的障碍 战斗中可能用处有限 可一旦陆离探索 什么地形复杂的地图 很多情况下 都能用得到这种特效 特效3说是魔力立场 但是陆离看到之后的 第一印象就是 群体沉默 可惜这个群体沉默的时间 短了一些 而且有很长的冷却时间 不然这件装备 很有可能达到 传奇装备的层次 陆离贪心不足地叹了口气 这件装备 毫无疑问是他的 处理方式和上一件一样 第三件 陆离将装备扔进了仓库 工会成员可以花费积分租建 也算是这次活动第一件 真正用到了广大成员身上的福利 第四件是黄金 属性非常不错的 一件德鲁伊装备 被下面一个德鲁伊分 把用600积分标走 600积分 一件黄金装备 算不上多便宜 但是交易行里 你绝对买不到 几十个德鲁伊虎视眈眈 低于500积分的 联想都不要想 其实小八将对这件装备 也有需求 可这一次是工会活动 不是他们十个人小团体 陆离也没办法 除非是俱乐部赛首需求 不然陆离不会自行处理 都是这种竞价的方式 第五件第六件 就都是白银装备了 不过属性依旧很赞 尤其是其中一件法师装备 附带了一个闪现技能加一的特效 被一位法师用70多积分买走 然后是三件稀有材料 这个归属工会 就算陆离想用 都必须按照一定的定价标准去买 当然 他买同样一件东西的价格 和普通工会成员绝对不一样 不然的话 他作为工会创建人 也太苦逼了 第806章 软尼怪 根号三那边统计了一下 工会里获得技能点的人 一共七个 人数看似很多 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次参战的人数 这个比例 也间接地证明了技能点是 多么的难得 陆离把任务共享出去 只有少部分百石人能分享这个任务 然后上万人打出新萨罗 大家各奔东西 陆离带着百石人 直奔祖尔祭坛去找剧魔长老教任务 这正是 绝对吓坏小朋友 也不知道 剧魔长老看到这么多人怎么想 反正是脸色有些发青 他估计有一点怀疑 大家是去杀他的 陆离共享 过去的任务 毕竟不是主体任务 剧魔长老给点经验值就打发了 但是陆离这边 他给点经验 是绝对无法糊弄过去的 不然陆离不介意 把他这个恶齿长老 也得做了 反正恶齿剧魔和部落关系很好 他作为一个部落干掉对方 说不定还有声望增加 谢谢你将我从恶毒的 鞋支部族手里拯救出来 打发了其他玩家 恶齿剧魔长老 很感激地对陆离的说道 他确实有理由感谢 陆离一去十几天 眼看着鞋支部族的剧魔 就要拿他去献祭了 他都以为陆离把他忘了 很高兴你没事 我最亲爱的朋友 陆离丝毫不因为自己背后 占了百石号人而嚣张 态度几乎可以说得上师很客气了 呵呵 当然 当然 我们是朋友 剧魔长老笑得有点勉强 虽说朋友有难 拔刀相助是应该的 但是您也知道 我这里 为了这次营救活动 付出了什么 陆离故意露出自己腰上 新患上的海克斯的腰带 天 你居然把海克斯杀了 他 那么多的不暇 剧魔长老 脸色更难看了 他心里不住地叫苦 不杀死海克斯 怎么营救阁下 我动员了上万高手 才攻陷辛萨罗 把海克斯杀了 陆离顿了顿 说道 我打算带人去沙德拉洛一趟 要不要我们护送你回了尺村 正好顺路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沙德拉洛是库木巨魔的地盘 库木巨魔和邪之巨魔 一起在祖尔金带领的巨魔联军 后来他们背弃了祖尔金 回到新特兰 库木巨魔便安居在沙德拉洛 他们不再服从邪之巨魔的命令 而是与高地食人魔组成联盟 但是同样和恶齿巨魔交恶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里去沙德拉洛 根本就走不到厄齿村 南远北哲好不好 路里这话听在 厄齿巨魔长老的耳中 可以直接翻译做 我救了你的命 你的奖励 要是不能让我满意 我就带人踏平 你们厄齿村 如果这话放在之前 他可能还会怀疑其真实性 而此时 路里携裹着刚刚攻陷 新萨罗击杀邪恶女祭司海克斯的 惊人气势 厄齿巨魔长老只觉得心里发寒 他几乎已经看到厄齿村 被这些无法无天的 冒险者烧杀劫掠的情景了 其实路里现在根本不可能亮作 虽然他的裁决之剑 确实有这样的实力 至少厄齿村没有50级的 BOSS 不然也不会被 新萨罗的邪之巨魔 当成圈养的忌品 但是厄齿村属于部落的势力范围 路里一旦进攻厄齿村 系统势必会提醒部落玩家 到那时候 阻挡在路里面前的 就不是孱弱的厄齿巨魔 而是无穷无尽 觉得遭到侵犯的部落玩家 甚至会直面部落那边 包括荣耀之都 在内的大工会 可惜这位恶齿长老 根本不明白这些内情 他犹豫了半天 终于还是咬咬牙说道 其实我还有一个宝贝 只可惜 他被我遗失在隐匿时了 你知道隐匿时吗 多年前 在隐匿时深处 有过一个部落 基地 但问题是 他已经被废弃很久了 而且 那里现在到处都是软泥怪 恶心的东西 毫无理智 又有腐蚀性 找到什么吃什么 朋友 你够不够勇敢 你确定你的那件宝贝 值得我再去清脚 连蛮锤矮人 都束手无策的隐匿时 路里 有点怒了 隐匿时是个地名 别人或许听了一头雾水 但是对他这个众生者来说 并不陌生 那地方是个战略要地 蛮锤矮人和巨魔都想占领 但是却被那些软泥怪给阻拦了 软泥怪 能够对巨魔 造成巨大的伤害 而且不吃乌毒那一套 而矮人 则不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去占领一个 让他们不舒服的潮湿环境 所以这个地方 就成了二者势力的空白 那里的软泥怪 大多五世纪左右 在玩家没升到五世纪之前 最好不要去招惹 我敢发誓 绝对会让你满意 你也知道 我被俘虏了 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走 如果你还是不愿意 相信我 干脆就把我杀了吧 巨魔长老很无奈 好吧 我当然相信你 路里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 这种任务怪 而且又是被俘虏的穷鬼 杀掉 也抱不出来什么好东西 路里这点做人底线 还是有的 换一个其他职业 比如暗夜精灵 或者人类等联盟种族 就算不给他额外的奖励 他也无话可说 老大 我们跟你一起吧 就算帮不上大忙 也能清理一下小怪 跟着路里 来分享经验的工会成员 有点舍不得走 倒不是他们贪图什么东西 这种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实在太难得了 那就麻烦大家了 路里没有拒绝的理由 巨魔 长老的宝贝 遗失在隐匿时 但他并不确定是藏在宝箱里 还在那些软泥怪身上 或多或少都要杀怪 以他现在的装备和操作 杀武时期的普通怪 依旧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如果有一群人帮忙 那就再好不过了 不麻烦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小伙伴们大喜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开往隐匿时 隐匿时的名于那一块巨大的山石 山石背后的小盆地 就好像被藏了起来一样 泥泥是这里唯一的主题 无数软泥怪潜伏在这些泥泥中 随着它们的活动 到处都有气泡冒出来 然后炸链 根据植被的不同 陆里选了一条 至少看起来还算安全的路 第807章 巨魔的财宝 有些植物生长在比较软的淤泥里 而有的则 喜欢扎根在相对比较硬的地方 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情况出现 隐匿时 这片广袤的区域 永远都不会讨人喜欢 除了软泥怪恶心的外形 还有就是这里恶劣的环境 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上千个泥潭 只要掉进去 就是尸骨无存的下场 就算有掌握了复活术的队友 都爱莫能助 有些人认为这种泥潭 是软泥怪的巢穴 是诞生这种奇异生物的地方 大家跟在我后面 最好别乱走 它的提醒显然有点晚 一个猎人脚下一软 眼看着就要被泥潭吞没 出现这样的突发事件 不要慌乱 因为慌乱解决不了问题 抓住别放手 陆里快速地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根垃圾法杖 递到了猎人的面前 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吓一跳 猎人也不例外 他失去平衡后 就开始手舞足蹈 后来听到陆里沉稳的声音 又在挣扎中 抓住了陆里递过来的救命稻草 然后他就被陆里 从泥潭里拖了出来 百十号人 看着如同巨口一样 还没有合拢的泥潭 都有些脸色发白 不用怕成这样 其实只要冷静应对 这个不算什么 你们如果实在担心的话 可以找个绳子 把自己和其他人细一块 那就不必担心 会掉下去上不来 陆里一边说 一边切换武器 换成弓弩 对着一团淤泥射了一箭 那团淤泥遭到攻击 立刻蠕动着 慢慢地变成了一坨 有眼睛的怪物 正是生活在这种类 沼泽环境的软泥怪 五十级的软泥怪 高攻高防 还有喷兔毒液 分裂两个技能 再加上善于伪装 如果毒刑玩家被袭击 还真有可能挂在这里 陆里的那一箭 只造成十几点伤害 比他预想的还要低 不过他还有队友 一片技能洒下来 软泥怪的头上 便飘起来一大片十几 几十的伤害 闲少有超过一百的 没等他 冲到陆里的面前就挂掉了 毕竟只是一个普通怪 老大 白板装备 惨梦 没来 一个平时手气不错的玩家上去 摸了尸体 结果不出意外的特别炸 没关系 大家继续 不用这么多人 二十人一组自由组合 小心点不要掉泥潭脸 陆里一开始分派任务 感觉五个人就能对付 因为陆里比较好说话 这种情况下 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大部分的软泥怪 都有个分裂技能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 杀死的话 就会分裂成很多小怪 小怪蟹少 但是攻击可不低 一不小心就会死人 还是人多打快点安全 陆里解释道 还是老大懂得多 这里的地形说是盆地 其实也不平整 有很多巨石分布 大部分都被污泥覆盖 也有一些露出一大截 遮挡了视线 让人看不清 前面是什么情况 而能够刷新宝箱的地方 也很多 比如巨石的背面 两块大石头的中间 或者一堆石头 无意中形成的小山洞 一般情况下来说 设计人员 是不会把宝箱设计在淤泥里的 那不叫隐蔽 那叫刁难 据魔场老说是宝贝 陆里其实有点不以为然 不过是一个 没落不足的长老 还是被捉去当俘虏的 怎么可能有好东西 他现在只希望能快点找出来 然后回去练集 如果让百事号人陪他找一天 那人情就欠大了 所以 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 陆里终于忍不住说道 算了 这个太难找了 大家回去吧 今天谢谢了 老大 你开什么玩笑 都找这么久了 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 我们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需要做 这里杀怪 不是一样练集吗 陆里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 想要放弃 底下的人反倒不乐意了 说不感动 那是骗人的 因为在这里练集 纯属笑话 曙光越集杀怪的奖励 并不丰厚 而且二十个人分享一个怪的经验 比在其他地方要差很多 他们说也能练集 纯粹是安慰陆里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 没关系 大有你不让我们跟着 我们就哭给你看的架势 陆里无奈 只能继续地杀怪 找宝箱 老大 你快来看这边 我似乎看到了宝箱 听到有人这么说 除了还有怪没杀完的 在场所有人都涌了过来 整个隐匿石地图都翻遍了 软泥怪也杀了个遍 可惜找了好几个小时 都一无所获 大家甚至 开始怀疑陆里被巨魔肠老耍了 陆里瞅了半天 也没发现 哪里有宝箱 他们面前就是两块 几乎连在一起的巨石 或者说是小山也可以 中间有一道狭缝 侧着身子也挤不进去 就算是女生也不行 除非比较平 可惜游戏里可以微调 所以并不存在平到那种地步的女生 我这个位置才可以 老大你占我这脸 那名玩家把位置让出来 我去 藏得真隐秘 按照那名玩家指点的角度 陆里才算看到宝箱的位置 如果不是阳光顺着缝隙 恰好照在金黄色的宝箱的上面 反射出一点光亮 就算角度选得再好 里面黑洞洞的 恐怕什么都看不到 现在问题来了 怎么开宝箱呢 首先要是个盗贼 然后还必须拥有四级的开索技能 最后是能够挤进去这个缝隙里面去 大家面面相去 都有些傻眼 这里大多都算是曙光里的精英玩家 缺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来试试 陆里启动森林之子技能 化作一个金黄色的小豹子 堪堪能够钻进这个缝隙里面去 其实他新得到的腰带上面 有个物化特效 能够让他穿行平时无法通过的地形 显然更容易去开宝箱 只是那样太过大才小用 没必要暴露他的另一项能力 陆里艰难地挤进去 进去了之后 才发现别有冬天 巨石中空 就好像两个碗扣在一起一样 里面形成了一个能够容纳十几个人的空间 到处都是腐朽的枯骨 轻盈的小豹子 它在上面都不断发出咯吱咯吱的断裂声 正中央的位置 有个金黄色的宝箱 正是陆里的目标 第808章 陆里从来都不知道隐匿时存在boss 这个小地图的软泥怪 几乎从来都没有人招惹 自然也没有人发现这个隐秘的石中洞穴 但是视线所及之处 除了地上的痕迹 全然看不到boss的踪迹 难道boss不在家 陆里不得不产生这个 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曙光里大部分的boss都不会被设计人员 设计成傻站在那里等待玩家去杀的目标 他们有自己的行为方式 有时候 你甚至可以理解为 他们像正常人一样 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不过 boss不再是很明显的事情 他不敢耽搁 时间 快速地来到宝箱面前 对着宝箱使用开索技能 顺便还对外面吩咐了一句 注意下周围的情况 我怀疑这里有boss 一旦发现 你们帮我争取30秒的时间 果然 在陆里启动开索技能的那一刻 整个隐秘石区域都开始摇晃起来 这种摇晃还算不上是攻击 所以不会打断开索技能 但是会影响独挑时间 陆里强迫自己不去管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精神都在这个宝箱上面 地动山摇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老大 我们感觉有什么东西要从你里 出来了 外面的小伙伴们声音发抖 主要是这动静实在有些吓人 就好像一个远古巨兽 从沉睡中醒来 老大让我们拖30秒钟 大家准备第一时间攻击 为老大争取时间 终于有人想到自己的任务 他们没有逃走的打算 都做好了愤死一战的准备 别傻了 都快点跑 留两个法师拖一下就行 陆里哭笑不得 这些人怎么就不用用脑子 又不是打boss 留下来100个人有必要吗 大伙才如梦初醒 沿着来时清理出来的道路 留下两个法师之后 全都扯了出去 隐匿石其实是很大一片区域 这里的怪物 大家原以为都清理得差不多了 但是此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幼稚 一个个软泥怪 冒着泡泡从泥水里钻出来 逐渐地密布整个区域 而伴随着这些软泥怪 从下面钻上来的 还有越来越剧烈的动静 可以想象 这个潜伏在隐匿石某个泥潭深处的 boss有多么庞大的体积 或者说隐匿石的这些淤泥 本身就是boss的一部分 从这些气势来看 这家伙就不可能只有五十级 小怪都超过五十级 boss当然不可能仅止于此 陆里感觉形成这个 沿洞的两块石头 要分散了 它如同是暴风雨里的小船 随时都有轻浮的可能 可是它依旧努力地 稳住自己 开锁数十块十慢 但是又非常坚决的独条 已过二分之一 此刻 时间过得出奇地缓慢 陆里有种一个开锁数 要好几分钟的错觉 淤泥已经顺着沿缝的地步慢进来 好的 boss杀了 外面的人已经看到了boss的模样 正因为如此 才更加的绝望 这是一个方圆好几十码的庞然大物 从露出来的这部分看 有着软泥怪的外形特征 单单只是露出来的这一部分 就至少有数千上万只软泥怪 集合在一起那么多 更让人无语的是那些之前 从泥潭里钻出来的软泥怪 还在朝它蠕动过去 它们蠕动到boss的身上 不断地增加着boss的体积 合并 还是吞噬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boss并没有在那里 傻傻地吞噬小怪 而是一边吞噬 一边移动 以一种非常诡异的高速 冲向了巨石 两个法师拼命地对着它释放技能 可惜它丝毫不为所动 它的目标 只有一个 那就是偷窃了 它财物的小偷 那个趁它潜入泥潭休养生息时候 偷偷溜进去的窃贼 巨魔长老藏在这里的宝箱 显然已经一主 露离没有抬头 他耳边的声音 早就全部消失了 直到轻微的一声钉 宣告整个世界的回归 宝箱开了 露离扑上去 在BOSS覆盖到巨石上的那一刻 打开宝箱 伸手抓住里面的东西 然后变回豹子 掉头就跑 在变形之前 他朝着缝隙里扔出了两颗炸弹 BOSS覆盖到巨石上 就开始用力 要把巨石之间的缝隙合起来 他的智商绝对不低 最起码知道瓮中捉鳖的道理 只要把这个类似于两个碗的巨石扣在一起 里面的小偷 就只能进入他的肚子里 忏悔 炸弹一千一厚的爆炸 乱世纷飞间 一个比之前更宽敞的裂缝正在形成 炸弹是陆离丢出去的 对它不会造成伤害 可是那些蹦射出来的碎石 可不会客气 击打在它身上 就是一串串的伤害 这种自然类伤害的计算方式 是根据地图等级来计算的 50级地图的这种爆炸 对陆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它的血量 直接就下去了一大截 幸好第二个 炸弹投得有点远 波及的没有那么多 不然它直接就挂在当场了 根本不可能再乱石纷飞 玉泥四剑的混乱中冲出来 撤退 陆离不忘提醒一下队友 那两个留下来的法师 一脸的呆滞 他们是这批人之中 等级比较低的 已经做好了冒死断后的准备 没想到 Boss根本不鸟他们 而在他们认为 陆离已经必死的时候 居然看到了 用炸弹开路 一路冲出来的熊子 陆离变成豹子之后 本来就缩小很多 与追着他的庞然大物 想必更显渺小 可看着他的队友们 却一点都不觉得他渺小 反而觉得 他那小小的个头 充满了撕天烈的的能量 即便Boss在凶猛失败 也不可能撼动他 分毫 第809章 握金战旗 表面看很励志 其实陆离也有苦难素 最大的难点不在于 Boss移动速度有多快 其实有多么的雄霸天下 而是他的四个蹄子 老是打滑 这里到处都是泥潭污泥 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万劫不复 尽管他用所有的精力 和一直在逃命 可陆离也知道 自己逃生的希望不大 大不了挂一次 然而 只要 还没到真正山穷水尽的那一刻 陆离的性格 都不会让他有放弃的念头 就算拼到最后一滴血 马逼的 救老大 一个平时经常做队长的玩家 吼了一声 从隐溺食的这片淤泥之外 又冲了回来 跟在他后面的 是所有在场的裁决之间成员 没有一个人退缩 我操 你们搞毛啊 都给我滚回去 陆离在组队频道里 怒吓 他是真的被惊吓到了 这些小子们 真心不嫌炼机难事吧 他们这百十号人 难道还指望 能把身后这大家伙给做了不成 然而这回没有人理他 就连 平时对他言听计从的那几个 都好似没听见他说什么 他们一个个举着武器红着眼 越过陆离冲向了 BOSS 愚蠢 陆离恨恨地骂了一声 尽可能地加快了 一下速度 只有出了淤泥 才有可能挽救几个回来 这一下子亏大了 百十号人 这么送过去 估计还不够BOSS塞牙缝的呢 他嘴上骂骂咧咧 眼睛却有些 湿润 很多时候人很难一直理智 总会为点什么不计后果 可正因为如此 才有游戏里滋生的友情 不然大家素昧平生 凭什么结下兄弟情谊 当你为一个任务 焦头烂额的时候 他知道了 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 跑过来帮忙 听说 你在野外被人手势了 他二话不说 穿过几个地图过来 帮你 然后陪着你一起背手势 你还差点金币买一件装备 朋友一听说你要借钱 偷偷地卖了背包里 好几组材料 凑过金币 大大咧咧地告诉你 等有钱再说吧 当你心情郁闷的时候 总有人听你说 然后陪着你一起 吐槽现实生活中的不快 软泥怪BOSS 还差一点就追上路里 他在淤泥中 拥有绝对的优势 然而 却总有一些小虫子 很讨厌地攻击他 他一开始 也不打算理会 眼睛里 只有那个在淤泥里滚打滚爬 拼命逃窜的小豹子 可好汉驾不住狼夺 这些小虫子上 百号人放任他们攻击 也是一股很让BOSS胃疼的伤害 他终于忍不住 对着身下这些攻击的小虫子 喷了一口 一片白光亮起 至少有十几个人被秒杀 这种杀戮的快感 让BOSS有点昏头 所以他又吸了一口气 陆离回头看去 正好看到十几个队友 化作白光的一幕 他有种掉头回去参战的冲动 大不了一死 冲动一次又何妨 然而 他必须要考虑一下这些 兄弟是为何而死 更何况 他在将宝箱里东西取出的那一刻 已经扫了一盐属性 这件东西 不是他用的 或者说 不是任何职业用的 可陆离必须要把他带走 不惜任何代价 那位巨魔长老说的没错 这件东西 确实是一件宝贝 应该说 比杀星护腕好的没影 杀星护腕针对性太强 很多场合不适用 而且 毕竟是一件低等级的极品装备 可是现在躺在他背包里的这件东西 完全不同 因为他是战旗 而且是非常极品的一杆战旗 陆离刚开始看到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握金战旗 特殊 放置一面握金战旗 战旗 能够为周围100码的队友 增加50%攻击 和50%防御 持续60秒 并且每两秒 为该范围内所有盟友 恢复5%的最大生命值 持续30秒 冷却时间6小时 死亡毕掉 这杆战旗 就算拿到游戏开放三年以后 都是大工会 你真我抢的超级品 50%的攻防提升 在现阶段已经很不错了 可如果这个效果 不是针对单一玩家的 那就一跃成为超级级品 而陆离背包里的这面握金战旗 更是扩大到范围100码 100码是什么概念 足以囊括一个百人团 更何况 还有群家写的特效 这两条属性 任何一条都单独构成一面 级品战旗 当他们集中在一面战旗上面之后 这面战旗就不仅仅是 他也曾生活在爱泽拉斯大陆南方的荆棘谷 或许这是 唯一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面战旗 能够落在恶齿巨魔一个长老手里的原因 我要觉得 新部落构成中 巨魔是受人的附庸 就小乔沃金 沃金因为给萨尔酋长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声明确起 狡猾的巨魔 也由此取代了原先被遗忘者的政治地位 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就算退一步讲 他远远比不上萨尔 马法里奥这些人 可是对当前阶段的玩家来说 这样的NPC英雄 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能够得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战旗 绝对超出了陆离预想的极限 他本以为是一件黄金或者暗金装备 甚至是传奇装备 都不如这一面战旗 带给他的震撼强大 当然了 所有的战旗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死亡毕掉 如果你背包里装着这面战旗的时候 死掉了 除非你有队友 在身边帮你捡起来 或者能够在战旗没有被对手捡走 或者被系统刷新之前捡回来 不然你就永远的失去这面战旗了 这面战旗队 裁决之剑来说太重要了 他只能咬着牙 不去看后面队友的惨烈 奔跑 奔跑 当系统提示 他已经脱离战斗的时候 他回首望去 只看到 BOSS因为 眼看就要出淤泥之后 无奈转身退走的背影 此外 就是一地的狼藉 他那百十个队友 没有一个幸存 也正因为这个 陆离得到一面堪比传奇装备的战旗 也没有太兴奋的感觉 只觉得背包里这面战旗 沉甸甸的 饮满了队友们的鲜血 好在 BOSS走了之后 他就可以悄悄地前回去 对着一个死去的治疗 释放了战斗技能 很快死去的队友 被再次复活 掉落的装备被捡回来 经验值也少掉了一半 第八百一十章 传送仪 走 一起回城喝酒 陆离看大家精神器也都挺好 完全没有刚刚挂了一次的颓废 心里略微松了口气 那就少了很多 他不是那种让底下的人 为他去死 仍然能够理所当然的人 这是游戏的世界 就算因为要吃你一碗饭 也不至于把尊严和生命都出卖给你 陆离不喜欢那样的老板 也不会成为那样的老板 哈哈 老大请喝酒 那一定要去了 其他人大喜 其实游戏里挂一次 是很正常的事情 郁闷与否 对普通玩家来说 只在于挂得值与不值 就今天这次来说 就算是再挂一次也没关系 不是他们剑 为兄弟两肋插刀 这叫一起 一个游戏玩出一起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意思的事情 老大请喝酒 游戏里都是少见的事情 而且看陆离这架势 显然不会用旅店里的卖酒打发大家 今天估计是有口福了 一行人勾肩搭背 在陆离的带领下去了 暴风城非常有名的海盗酒馆 一个大包间里摆上十几桌 各种游戏里的美食美酒端上来 陆离毫不犹豫地花了上千金币 眼睛都没眨一下 对财迷来说尤为难得 事后这百十个人关系一直挺好 咱们和老大一起并肩战斗过 老大请咱喝过酒 就在海盗酒馆摆的宴席 从中午喝到下午日落西山 多年以后 回想起来依旧唏嘘不已 而错过这次活动后续的玩家别提多郁闷了 大有为什么死的 不是我这种让人蛋疼的忧伤 至此 裁决之间的工会活动 算是圆满结束了 推平了新萨罗 干掉了五十级领主级的野外boss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解救了巨魔长老 顺便去隐匿时开了个黄金宝箱 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卧金战棋 战棋装备不可以在比赛的时候使用 但是战场 野外 副本 逆境等环境都可以使用 尤其是野外打boss的时候 那效果绝对堪比一个萨满开士血 外加一个德鲁伊放宁静 群加血 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 死亡掉落 不过陆里本人一般很少死亡 就算死了 也有按月卡片 遗失的概率比较低 当然 在不确定会用到这面战棋的时候 陆里 还是会将它放进仓库里 毕竟曙光里的死亡实在平常 谁要是至今没有死过 那他一定是没出过安全区 这一天非常的漫长 但总有过完的时候 眼看着时间不多 陆里也就不再出去练节 南海镇旅店 过两天 就是圣诞节 游戏里 也开始有了节日的气氛 酒馆的客人 也逐渐的增多 无论任何时段 都有玩家 或者NPC的节目在上演 他们只要表演的不是太差劲 总能赚个盆满波液 能在这个时段喝酒的人 身上 总有一些闲钱 此时正有玩家表演到精彩之处 酒馆里一片片的叫好声 自然也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 猛着脸的人 慢慢地走进来 一般人进了酒馆 都会东张西望一番 但是这人偏步 而是静止走向最角落的位置 他坐下来之后 也不拿掉蒙面筋 就那么 呆呆地坐着一动不动 而这个本该被人遗忘的位置 偏偏引来了美丽女招待的注意 他放下酒桶扫了一眼 四周 端着一个托盘 也跟着走进了角落的位置 你很久没来光顾了 女招待将酒杯 放在陆里的面前 陆里毫不客气地端过来一饮而尽 然后放下酒杯打了个酒格 我实在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愿意把 时间全部浪费在这个酒馆里 这些无聊的人身上 这是我的工作 女招待笑笑 而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 陆里哑然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信念 没可能 也没必要把自己的信念强加给别人 更何况 对方还是一个NPC 你是来问那个事情的吧 我无法回答你 女招待说道 陆里心里就是一尘 如果这样 都不行 那他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去寻找加罗娜了 而其他合适的拜师对象 比有可能潜伏在 拉文霍德庄园的加罗娜 更加难寻 虽然说曙光里的导师并不多 大部分玩家 都没接触过什么导师 但是真正想要 走在高端玩家之列 没有导师是万万不可的 强化技能的暴率 实在太低了 100个BOSS都 不见得能够出一本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职业 那么多的技能 就比如 陆里想要一本 强化影席技能 就算他杀死1万个BOSS 都不见得能够爆出 1万个BOSS 完全是无法形容的概念 但是因为你的任务 完成率是百分百 组织有高层愿意见你一面 我只是带化 并且将这个地到你手上 至于究竟是谁 我也不知道 女招待将一个圆盘状的东西 推到陆里面前 陆里长输一口气 别人或许还会困惑 作为一个众生者 对这种套路 就不至于一头雾水了 这种情况 是典型的有门道 很有可能就是 加罗娜在向他传达信息 而作为中间桥梁的女招待 则属于被屏蔽在讯息之外的人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女招待一无所知 她拿起这个小圆盘 发现这玩意 正如她所料的那般 是个传送器 K13的金定位传送仪 特殊 使用 将使用者传送到 已设定物的地 的金科技产物 指定使用者 陆里 使用次数1 1 这一类道具 很多 使用次数或多或少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所有者 可以进行设定 属于地金种族的 高科技产物 任何一个都价值不菲 至少现阶段的玩家 还无法制作出 如此逆天的东西 而能够随随便便 拿出这种道具的人 自然也不简单 就算是底蕴丰厚的 拉纹或德庄园 也不是任何一位高层 都有财力 拥有类似的道具 陆里将传送仪 收紧背包 郑重地向女招 带道谢 哪怕只是传话 女招待 也在中间 担了一定的风险 毕竟她只是一个联络人 本职工作 仅止于发布任务 我手边有几个任务 如果你什么时间 有空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女招待 在陆里临走的时候 提了一句 算一下 还真是好几天 没有处理这边的任务了 打boss 打比赛 练生活技能 练集 还有其他一些碰到的任务 陆里的游戏生活 还真不是一般的充实